簡單玩遊戲 遊戲簡單玩 歡迎來到簡單人生的遊戲介紹 4月份的改版即將到來 這邊就幫大家整理一下改版重點 首先新職業學者即將來到 等等再來需要介紹嗎? 人家可是蘿莉獸娘好嗎? 因為太可愛了 所以不打算介紹 不練都對不起自己啊 相關資料會放在說明欄 自己去看 所以先預告出了我一定轉職 如果本來就已經有一隻角色 而且沒有多的預算 或是時間再多養一隻角色的話 只要使用角色編更券 就可以將原本的角色 變更為新角色的學者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角色編更券只支援將角色 變更為學者 但是已經變更為學者的角色 是無法恢復成原本的角色的 不過這麼可愛的角色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再來4月份的活動重點 首先參謎與前導MN 可通過活動頁面 前往參與活動 那這邊MN立即前往GO 好那進入到活動頁面之後 這邊就會有兩個喔 一個是參謎MN 一個是前導MN 那參謎MN每天都會有不同的題目 那時間是滿長的啦 還有22個小時 讓你慢慢選答案喔 所以盡量去找到正確的答案 再過來回答 那問題這邊呢 也可以去官網找提示喔 那我怎麼樣就這邊看看 官網的提示是啥吧 新的地點是 是薩爾迪雷 薩爾迪雷 確認正確的答案 OK那答對正確之後呢 就會把獎勵寄到信箱裡喔 那另外是每天的 簽到MN 第一天是給序號啦 這個簡單已經領了 那第二天的話 直接獲得300藍賺的獎勵喔 這個活動就是可以 藉由猜謎跟簽到來 獲得不錯的獎勵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喔 再來還有銀村BOX的活動 那這次活動的最高獎勵是 古代太古的蛋 可以藉由這次活動來取得古代的書 對於戰號提升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邊就先來抽看看 300藍賺耶 給的還不錯 給的還不錯 那為什麼要隨便抽看看呢 因為簡單已經有古代的書了 好不好 而且 接下來要升級啊 要覺醒的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最後是我們的魚人節活動 我不是兔子 時裝上線 不過我嚴重懷疑 官方沒發薪水給美工啊 那在我們的活動頁面 銀村交換活動 這邊就可以來獲得 服裝交換券 我不是兔子 不過簡單 對這個時裝 不太感興趣啊 所以我還是換我的英雄繼承 等級保存書吧 來我們直接給他換起來 那這邊只要透過工會簽到跟工會捐選 就可以獲得活動交換券 除了時裝跟保存書之外 還有強化石跟祝福券 等多樣的商品可以選擇 整體來說也算是一個 非常划算的活動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這邊幫大家總結一下 簽到跟參謎活動是一定要參與的 但是如果預算有限 這次的BOX活動CP值較低 可以先PASS掉 至於時裝 就見仁見智了 呵呵 但是如果裝備強化還不夠的話 建議可以先越換強化石 把戰力往上拉 開放工會交換所也將結束時間 延至14號 如果有缺飾品 靈魂的也不要錯過 簡單每週也是靠這個活動 累積大量以太來生結飾品 整體來說 延期是非常好的 另外預計4月中進行伺服器合併 想知道相關消息 簡單會把資訊放在說明欄 而這個月即將進行的大規模更新 除了全新的地圖Sight Delay之外 最高等級也將帶到160等 大家是否跟我一樣期待呢 那麼我們下週再見